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到了大家來吃便當的時間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家便當店是 基本上我個人已經吃了 小學五年級開始吃吧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啊 就是我們小時候 學校是沒有營養午餐的 所以說如果 最早的時候是 中午可以回家吃飯 因為學校就在家裡旁邊 然後後來就是整個政策改掉了之後 中午不能回家 就是要在學校吃飯 那時候就兩個方式 一個是訂便當 另外一個是家裡面送飯 還有一個方式是 帶便當去學校爭 我覺得現在的 現在的小朋友應該很難想像 以前那個 那個 直至深要抬便當 這件事情 應該很難想像 對 那因為我們小時候都是 要嘛就是家裡送飯 要不然就是 前一天媽媽做好 然後隔天拿去學校爭這樣子 嘿 他說真的啦 那個爭便當 因為大家每個人家裡帶的便當 那個內容物不一樣 所以其實 那個 這個便當 的味道其實蠻 蠻不舒服的 我相信有吃過 小時候爭過便當應該都知道 那應該也是五六年級生 才會知道這件事情 好 那今天這一家就是那個 那時候 我其實小學的時候是家裡送飯 然後 這一家是我們班的同學 他們會 統一聚更便當店定這樣 然後所以這家店 嗯 像我11歲吃到現在 那已經三十 三十五六年左右了 然後他就是一家小店 然後現在是 現在是老闆的兒子接手 老闆的兒子接手也蠻長一段時間 那我們小時候吃的是老闆做的 然後老闆聽說後來去休息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他們家的便當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他們家的便當 然後那個 這是雅士便當 它是那個 我們那個 小學附近那個 鷹材路跟鷹材路 夾仔口那邊 那我今天買的是那個 牛肉便當 紅燒牛肉飯 這也是我從小比較常吃的牛肉飯 那我們先來看他的那個 便當 這個 這是他們的便當 然後就是有 一二三四 四樣菜 然後跟飯這樣 然後 然後 有附一個湯 這是清湯嗎 這是清湯嗎 這是清湯 沒有料 這是它的牛肉 牛肉有 是用牛肉條 有一塊蘿蔔 等下再夾給大家看 這樣是一百塊 他們在店裡面吃的話 在店裡面吃的話 便宜五塊錢 便當會多五塊錢 好那我們現在來吃便當 這個雅士小吃店 以前小時候 吃這個算很高級 先吃菜 最近菜價又開始飆漲 高麗菜 那應該有加個 它高麗菜好像有炒蝦皮 這個是 早白菜 因為我味道就很 家常 很家常的味道 把它滷肉 我媽媽的味道 很難過啊 它的飯量不多 飽飽了一口 然後 我看看牛肉 是用熱條下去滷的 很帥 我小時候的味道 很好熱的蘿蔔 蘿蔔 我覺得蘿蔔比那個牛肉還好吃 好好好 那這個便當 如果你是 我的食量是剛剛好 那一般的食量可能會稍微偏少一點 那這種快餐店的話就是 有時候大家可以考慮就是說 買一個便當 然後再加點另外一個主菜 這樣 我覺得這樣搭配起來剛剛好 這樣 像剛剛我去買的時候 就一個 阿姨她就 買了雞腿便當 那個 單點那個豬腳 那其實這樣吃起來就蠻飽的 那這就是今天那個 跟大家介紹這間 這間應該 反正 反正你去她的店 你就看的感覺就是 好像回到民國六七十年代那一種 那種 小吃店 就很家庭式那種店 然後我個人吃這家店吃了三十 三十五年以上 然後介紹給大家 然後今天的便當就介紹到這邊 然後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每位便當資訊不漏傑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都到這裡結束 掰掰